代理瑞城國小校園快打 在醫護人員就定位 家長們一早就帶著小朋友來報到 因為我們自己打莫德納就有點危險 要施打第二劑BNT疫苗的人還不少 當初很多家長就是擔心莫德納的副作用 不敢貿然讓孩子施打 他有打BNT他沒有打莫德納 我們是那個孫女那個是打莫德納的 所以那時候就疫情那麼嚴重 說可以打他媽媽就給他簽同意了 就去打了 不知道怎麼會有那個後遺症 顏面神經失調 嘴巴歪歪的 那個喝水 那個水還會流出來 BNT第二劑接種的狀況還算踴躍 也可以看出家長對疫情的焦慮 台中其實這10天 就是確診就是全台冠軍 就是這樣 所以能夠打的時候就趕快來打 台中6月24號新增6667例 雖然數字有下降 但已經連續11天蠶連全國第一 因此從上週開始 不管是長者或是兒童 疫苗的打氣都很旺 也希望他們趕快回歸正常的學校生活 據統計台中兒童疫苗第一劑的施打率 有將近80% 第二劑目前只有6.62% 市府也在假日加開了12個校園快打戰 要全力拼打氣 要水嗎 醫護志工媽媽們穿著防護衣 但因為天氣太過悶熱 有志工媽媽意外昏倒 嚇壞眾人 幸好沒有大礙 這裡是西南景城來三軍小組台中 採訪報導 所以匿名師 豬紙